哎 妈 我问你 那拆钱款是怎么回事 什么拆钱款呀 南娜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少抓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家里老房子拆钱了 你把那个钱是不是都给我割了 哦 你说那个拆房子的钱呀 是 我给你割了 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在我家住的也有五六年了吧 这些年 我也尽尽竭力的照顾你 怎么到费钱的时候 你就一分都不给我呢 凭什么给你呀 你嫁出去了 这拆钱款呀 什么时候 都是给儿子 给闺女啊 没半往前的关系 妈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是你闺女 是你的孩子呀 你是我的孩子没错 可是 你现在嫁人呢 这常话说呀 嫁出去的闺女 泼出去的水 这水啊 泼出去了 就收不回来了 我要你啊 也没什么用 以后我要靠你哥 给我养老呢 如果这个钱呀 我要是分给你的话 那不就是 给一个外人了吗 妈 我算听明白 在你心里 我就是个外人 是吗 是 那行 既然我是个外人 那你还在我家干什么呀 你去找女儿子去 让女儿子给定养了啊 你说什么 蓝蓝 你要喊我走 我就怪你 我心里哭 我把你养这么大 我容易吗 现在 赶紧相信我了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呀 说我没良心 妈 你怎么不好好想一想 你在我家住的这几年 我对你怎么样 你对我好 那都是应该的 那什么都是我应该 那你呢 妈 在你心里 我对你那么好 也是个外人 你偏偏还只管我呀 我知道你怎么了 我把你养到了 现在 应该你回报我了 你能不能讲讲道理 分钱的时候 一分都没想到 现在需要养老了 就想到我了 妈 我告诉你 不可能 现在 你就离开我家 你要赶我走 对 现在立刻 离开我家 我不想再看到你 好 这话 可是你说的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今天 离开这个家 我以后 就不会太惨 你家败布 我现在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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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要再来了 以后 我再拎你这儿 干嘛 孙芳 你说咱妈那个老黄子 赔了多少钱呀 拆监管一下 给了咱俩两百万呢 是啊 我问妈了 妈也没说 就说让我 把这两百万拿着 妈 你怎么来了 真是气死我了 谁是你生气了 他那个谁啊 兰兰兰兰 我在他家做的好好的 他把我赶回来了 你说什么 兰兰把你赶回来了 怎么可能呢 我们没什么样的人 我们还不了解吗 是啊妈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有什么误会啊 我看 他就是不孝顺 他就是个白人了啊 妈 这到底怎么了 你告诉我 这一家人有什么说不开的 有什么矛盾 你给我说出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呀 没什么事 你们别问他 妈 你不说我们怎么帮你解决 还解决什么呀 反正呀 他家 我以后 再也不会去了 这 这怎么能行呢 孙芳 这样下去不行啊 既然咱妈不愿意说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啊 去找来了 把事情问清楚 对 妈 你跟我们一起去 要去 你没去 我这不去 你不去怎么能行呢 是啊 走走走 走吧妈 我都说了 我不去了 我没跟你一起的 真是气度了 我怎么贪上这儿 你个妈呀 怎么那么偏心啊 谁呀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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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不是 拿了 你这干什么呢 啊 来 哥 你坐 你在干什么呀 是不是在先知问罪的 什么先知问罪的 你看看你这脾气 这是咱妈的 你跟他妈吵什么的 是他自己做的 太过败了 我说你拿了 你 行了 咱们过来不是吵架的 是解决问题的 达达 你跟妈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你们两个会生这么大的气 是啊 到底什么事 那你喂妈呀 看她自己做了什么好事 行了 这妈去我家 我都喂过她了 她不说 这是你不说 她不说 这事怎么解决呀 啊 你快说 到底为什么 我告诉你 她不是不说 还是不好意思说 哥 这老房子开箱了 你知道吗 知道呀 妈把那个钱 都给你了 你说什么 这老房子开箱 总共就两百万 全都给我了 是啊 我问妈怎么回事的时候 她还说 我是个外人 哥 你自己说一说 妈像我家 住的也有五六年 这些年 我也尽心节力的照顾她 可是她呢 分钱的时候 一分没想到我 照顾我的时候 却想到了我 这分钱的时候 没想到我 还说我只是个外人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这 妈 原来是因为这件事 你说 这老房子拆迁 总共赔了两百万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还说让我两百万拿着 我还以为 你把钱啊 已经分给我妹妹了呢 谁怎么分给她呀 你是我儿子 这个钱呀 就应该是你的 分给她了 就等于给她一个外人 听到没有 这你妹在边的 她还这样说 妈 你叫我说 这些话 你就不应该这样说 再怎么说 蓝蓝也是你的先生女儿啊 你想想看 这些年 不都是她在照顾你吗 你还记得 上次你生病的时候吗 那个时候 我跟孙宝 都没有时间 回来照顾你 是蓝蓝 她一个人在医院里 充了你半个月 是啊 她一边上班 一边还要照顾你 这两头跑 多辛苦呀 蓝蓝 这事哥是真不知道 我原本有呀 妈已经把钱分给你了 这样 你呢 钱都在我这儿呢 回头啊 我把一百万转给你 我们俩平分 不用了 其实我就是气不过 你说我们这个房子 是怎么买的 你也知道 是每个月 还还着房贷的 其实 我的要求也不高 我只想着 让妈拿出一些钱 来补贴我一下 可是没想到 妈说的话 让人心寒 妈 你看到没 这我妹妹 现在日子过得多苦啊 一边还要还房贷 一边还要照顾你 还要上班 这手心手背啊 都是肉 你为什么不能 一碗水端平呢 妈 我知道 你啊 从小就偏向我 但是蓝蓝 她也是你的孩子 就说进校这方面 她进的 比我还要多呢 咱们亲子里 都是这样 这个拆仙环啊 都是个儿子 妈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你想想看 当初我跟尊宝结婚的时候 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 那个时候 一直在外面打工 尊宝觉得 这样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我们两个就想着创业 那个时候也没有资金 我就回去 找我娘家妈 去借钱 可是我妈呢 二话没说 就给我拿了二十万 让我跟尊宝去创业 你想想看 如果我娘家妈 把我当成嫁出去的闺女 把我当成外人 她会给我那么多钱吗 我跟尊宝 没有今天的好生活 好日子吗 是啊 妈 你这老思想 你应该转变转变了 难道 这妈 也是一手糊涂 所以才说了那些话 但是 咱们作为人女的 也不应该 那样对妈呀 毕竟妈咬了咱们这么多年 行了 这件事 也说开了 都有错 但是 咱们都是一家人 有错 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你是婚女的 给妈道歉 对不起啊 我刚才 说话 有点重 你别往心里去 以后 女儿子想在我家住 我也会像以前一样 尽情节力的照顾你的 妈 这兰兰都跟你道歉了 好 兰兰 我坐在一个不对的地方 那个钱呀 我也应该给你一点 你也不容易 我在你家 毕竟住了那么多年 你也没少 也没少刺悟我 你放心 以后 我再也不会拿来对你了 这不就好了吗 咱们是一家人 家壳才能万事兴啊 你放心 回头啊 我把她一百万 给你转过来 咱们都是亲人 这凡事啊 都应该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 行了 这今天啊 我跟你嫂子也过来了 这样 我啊 去饭店 请你们去吃饭 走吧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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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